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 青藏高原 面积250万平方公里 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平均高度海拔4000公尺以上 是全球最高最大的高原 拥有世界屋脊之称 距离现在2亿年前 本来这里是一片汪洋的大海 2000多万年前 古喜马拉雅山做山运动 大幅崛起 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高原地貌 西藏人口大概是360万人左右 西藏的宗教主要是藏传佛教 本教和民间宗教三种类别构成 藏传佛教子有1700多座 僧侣有46000人左右 本教寺庙也有88座 真人3000多人 活佛近乎100人 信教群众也有13万以上 今次我们到访西藏 当然不会这么普通地走下寺庙 当然是主要拍摄当地的生态动物 给大家看看 从另一个角度 探索西藏这个地方 终于来到 来到 我兴奋 一离开机场 西藏的专业了道高兆文大哥 就用西藏的方式 欢迎我们今次的到访 在这里首先多谢他 由于今次拍摄要去到印度 北丹和尼泊尔的边境 所以都是要去政府那边申请通行证 搞定之后就正式出发 来西藏拍摄生态 其实最大考验 就并不是天气 或者是体力 而是高原的反应 因为有时候 我们每天都会在 2600至5300的海拔 游走去找动物 所以体力少一点 适应力差一点 都是搞不好的 有时候真的坐在这里 连拍摄的能力都没有 虽然刚刚开始说是热身运动 但是就已经上到海拔5200米以上 根本上站都站不稳 还莫说拿着相机拍摄 不过抱着和大家 努力分享西藏有什么好的动物和杀料 努力支持着也要拍摄 在西藏要近距离 见到藏湖 一点也不容易 我们这次也算是幸运 而比较一般的狐狸 藏湖的头部是比较特别大 这是它的特征 藏湖后 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 见到它们一家大妻 齐齐整整 温温轻轻 没理由撑下它 这些雪山风景真是百行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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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智自驱文物保护单位 最出名就是公元七世纪 莲花生大师修行的圣地之一 莲花生大师为了普道众生 与佛法与世长传 在附近的修行洞 摆放了很多佛教的经典 和稀世的珍宝 还亲自修建了 并加持了佛塔 来到卡九支 当然要找这里的明星料 就是中美红支 这一只中美红支 是国家一级的保护物 要拍得它漂亮 都相当考验 我们和相机两样的匹配 因为要出到它不同的金属颜色 真的确困难 这一个大黑熊 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真的好害怕 好 兄弟 高大, 来了五天, 有什么感想? 这五天是我这么多次拍了最辛苦的旅程之一 现在还在喘 在四千海拔的情况下, 最了最黑熊的感受 简直一意难尽 离开卡九寺之后, 我们就向日确质市和吉隆市进发 又上回5168倍, 注目网马峰的自然保护区 稍后我们可能会进去, 看看有什么特别东西可以拍到的 又是体力的大考研 由于进入了喜马拉雅山自然保护区里面 海拔比较高, 所以出的雀鸟和动物 都是跟之前比较低海拔的动物有些分别的 我们又看看我们拍到什么 好, 终于来到这次生态团团 好, 虎鸟少年也好, 来到这次的最高点 5363, 今天第六天, 适应到的颁景 起码都OK, 喘气少少 终于都成功了, 希望未来继续拍多好东西 从来没试过在这些角度看瀑布的 在西藏拍照, 拍得太兴奋了, 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为了找尝尾艳谱, 我们就立足了在中国和美国的中间 希望这次能变得到它, 现在静心等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心中有一个疑问, 可能会问 我们这些旅行团会不会食用很差 大家100%可以放心 我们下午那一餐, 通常会吃得简单一点 一个饺子面, 一个牛肉面就已经可以了 晚上通常会吃得更丰富一点 如果大家纯粹来西藏旅游的话, 就更可以放心 其实在拉萨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美食 有辣有不辣, 可以选择不辣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而且味道的确是不错的 而且价钱一点也不贵 今天进入拍摄的第十二日 去找金鸟 我们现在就刚刚见到这一只红准了 早上开始拍到它进食的情况 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西藏拉萨市 附近大概200公里以外的范围之内 想不到今次 在这个地方 那个鸟放比之前的几个地方更加好 鸟道也说我们够幸运 想不到比他想象之中 鸟放是好得多的 所以现在就转动和脑道还可以 那么我们现在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走路 Khaled 这些快速 所以从这些里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才在那里面 我们能先到这地方 我们能不能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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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在帮助 我们能力 对我们成功 我们能在帮助 我们能在帮助 宣传 終於王者都被我們有機會找到 一般來說金雕是國家一級的保護動物 要拍到牠的話就需要去到內蒙古 今次很慶幸在西藏有機會找到牠 和見到牠野生的一面 都相當高興 終於被我們第一次拍到這隻空中的王者 來吧 在拉薩附近, 除了金雕之外 有兩隻明星鳥, 都是值得我們去拍攝 就是現在眼前見到的撞馬雞, 之後要步行上山, 400 米 在這裡高原, 平時400米很簡單 但是上去高原, 一步一困難 上去找到什麼呢? 就是現在見到的撞雪雞 有機會再找你 好, 再見 再見 終於全部完成了 中間的經歷, 就自己才知道 有開心, 有不開心 不開心, 當然還未能夠整齊全部的目標了 但是身體的負擔, 亦都比我想像之中大 但是, 總算可以順地軟實 這裏都相當之開心 這裏無論是食, 住, 都相當滿意 希望回到香港, 盡快和大家分享我的作品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